歡迎收看今天的房市關鍵報報 我是陳文欣 馬上來關注今天的熱門關鍵字 今天的熱門關鍵字就是預售屋 永慶房產集團統計了預售屋實價登錄 2023年下半年揭露至11月份 預售屋交易熱度最高的行政區前10名 一起來看 從榜單中可以發現 新北與桃園各有4行政區上榜 是2023年下半年熱銷的都會區 桃園市共有龜山區、中立區、大園區 還有桃園區上榜 永慶房屋延展中心副理陳金平表示 由於桃園地理位置於新北相鄰 近年受惠桃園軌道建設持續的推進 還有A7、青浦、小塊C等重劃區 陸續的開發加持 讓桃園市預售屋交易呈現多點開花的現象 再加上相對親民的房價也吸引不少 駝北購物客進場 至於新北市陳金平說明 2023年下半年預售屋交易入訪熱門行政區 有三重淡水土城以及林口 這四個行政區都有重劃區坐落的優勢 建商推案增加相對親民的房價 也讓交易量獲得支撐 三重區與台北市僅有一橋之隔 又有新北地的行政中心進駐投入開發 吸引建商投資推案 而土城區域售物交易集中於暫緩重劃區 周邊有發展成熟的中央路商圈、清水商圈 還有海山商圈 讓重劃區可立即享有便捷的生活機能 吸引自助族群目光 至於淡水與林口則受惠於 生活與交通機能日趨的完善 相對市區親民的房價吸引眾多購物人潮 此外,比較2023年上下半年 十大預售物交易熱區的月均交易量變化 就有六個區域增幅超過了一成 曾經評指出平均地權條例修法上路後 對龜山區還有大園區預售物的交易沒有造成衝擊 月均的交易量更是較上半年成長於四成 不少建商看準龜山產業聚落成長 與大園航空城發展空間 推出平均三字頭單價的中低總價住宅 吸引自助買方 再加上與雙北地區比較效應之下 受到了首購物族群侵賴 曾經評補充淡水區是新北市房市的淡白區 房價自然相對的清明 但隨著淡海新市政開發逐步的成熟交通建設陸續的完成之後 淡水區房市表現在新北市名列前茅 再加上平均地權條例修法通過之後 抑制投機客炒作讓房市更加的健康 淡水區預售物交易主要集中於淡海輕軌沿線與捷運紅樹林站周邊 顯見在軌道建設的加持之下 有助於淡水區的房市發展 再加上新推案多房價低廉優勢 受到不少首購族小資族的青睞 以上就是今天的報報內容 如果你喜歡今天的影片 請記得幫我按讚、分享並且訂閱支持我們 我們下次見 perf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